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妮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土豆 但是说到剥土豆皮却非常的麻烦 每次用刮皮刀还容易将手指刮伤 那今天呢,猫妮给大家分享三招去土豆皮的好方法 轻松去皮不费力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看 土豆的表皮非常的薄且脏 平常我们用小刀或者用这样的刮皮刀 都很容易将手指刮伤 接下来分享的三种好方法 不用刀也能轻松去皮 方法一,钢丝球去皮法 想不到吧,用来刷碗的钢丝球 还可以用来帮助土豆去皮 首先,将土豆表皮上的泥土清洗干净 准备一个钢丝球,一只橡胶手套 像平时在刷碗一样 咱们只用钢丝球来刷似土豆表皮 大家看一下 简单刷似土豆皮轻松的就被刷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 土豆去皮我只用了10秒钟 很多饭店一次性需要削大量土豆皮的时候 都是用的此种方法 并且削下来的皮非常的薄 比如咱们平时用小刀来切要省事很多 并且一点都不浪费 方法二,啤酒瓶盖去皮法 咱们平时喝完啤酒可以将瓶盖取下 啤酒瓶盖跟钢丝球一样 上面是带有齿轮的 咱们可以用它来去土豆皮或者用来刮榆林都是很不错的 同样的方法 将土豆上面的泥土清洗干净 戴上橡胶手套 咱们一只手这样拿着瓶盖往下刮 大家看一下 效果腻干净 好了,现在咱们来看看 用啤酒瓶盖刮碗的土豆 非常的干净 刮下来的土豆皮非常的薄 但是所消耗的时间 肯定要比钢丝球稍微长一点 但是也比用刀要方便很多 方法三 筷子剥皮法 准备一根带有棱角的木筷子 这种方法是我们外婆那一辈经常使用到的方法 非常的简单 将土豆紧握在手心 另一只手握住筷子 将筷子由棱角的这一部分往内刮 大家看一下 效果非常的明显 一刮土豆皮就被轻轻的刮下了 用此种方法省湿省力 一点都不浪费果肉 削下来的皮非常的薄 比用刀要安全很多 来看看 刮下来的土豆非常的干净 皮也很薄 效果是不是特别好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三种剥皮方法各有各的优势 如果从效率最快来说 咱们的钢丝球剥皮法速度是最快的 如果从对果肉的损伤程度最小来说 咱们的筷子剥皮法损伤程度才是最小的 综合以上三种方法 在不用刀的情况下 我更推荐大家用筷子剥皮法 您更喜欢哪一种方法呢 土豆去皮不用刀费紧瓜 今天猫妮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好方法 还不错吧 爱吃土豆的朋友不妨学习起来 学会以后 记得也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 我是猫妮 想了解更多 金金有趣小秒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